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各大市场里可谓是琳琅满目 一应俱全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家大型的便民超市 在这儿可以说是四季蔬果应有尽有 在这儿光番茄就有好多种 其中有一种长的外形非常奇特 销量特别好 深受大家喜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赶紧带大家去看一看吧 这就是番茄区吧 这边的番茄真是好看 这颜色都还挺奇特的 这是棕色的番茄 口一回见 这还有黄色的 就这种小番茄 它跟咱平常买的番茄都不一样 这各大各小 真是一目了然 这种成串的番茄色泽鲜艳 小巧精致 最近是消费者的心虫 你好 你也是在买这种 对 以前买过吗 买过 买过 你觉得它吃起来怎么样 特别好吃 又甜又脆的 跟它过来买 我小时候吃的那种番茄味 它特别浓那个味道 你看这小番茄 它不仅仅是长得好看 而且口感还好 所以就是备受好评 等一会儿咱们也去尝一尝 您大概还不知道吧 这品相和品质都绝佳的红番茄 还是2022年 北京冬残奥会的供应品呢 那么它们到底是 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赶紧跟随我们 前去探寻一下 其中的奥秘吧 今天前往的地方 是北京市大兴区 长子营镇 春天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按说传统的番茄丰收季节 应该是秋天 可现在恰好是播种的春季 眼前这个温室大棚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温室内的番茄 都是在健康无公害的环境下生长 所以对于外界可能带入的病菌 控制得非常严格 为了避免把病菌带入温室中 外来人员必须先对手脚进行消毒 然后更换无菌符 这样才能安全进入大棚 放眼望去 一串串鲜红而沉甸甸的果实 垂掉在挂架上 它们四季生长不靠土 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温室大棚里 栽培生长起来的 哇 这个地方也真的是太大了 大家看到啊 现在所有我目之所及的地方 满眼都是这种绿油的叶子 还有红桐桐的小果实 而且现在我鼻腔当中充斥的 也都是番茄的清甜味 你看 其实这就是咱们之前 在超市里面见到的那种小番茄 接下来我就要尝一尝了 它的口感其实是 微微有一点甜的那种酸甜口 嚼在嘴里那个汁水 感觉一下炸开了 所以真的口感棒棒的 其实它的种植是大有学问的 我当然是不懂了 一会儿我们就会跟随 这个番茄园的技术管家 王兴老师 一起来探寻一下 这个番茄园当中 到底有哪些奥秘所在 掌握着这个番茄园奥秘的人 叫王兴 他是这里的技术管家 王兴告诉我们 这里有一百多亩地 专门种植番茄 年产量可以达到近一千吨 而这么大一片番茄园 只需要不到二十个工人 就能完成从种植到采摘的 全部流程 如此大的工作量 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 今天我们将跟随 技术管家王兴一起探索 这座番茄园 到底有哪些不一样的 种植诀窍 传统的番茄 都是在土壤里种植 但我们却发现 这里的番茄 全部采用的是悬空种植 藤腕的长度 也远比传统的番茄 要高很多 那么这些长在温室里的 番茄藤究竟有多高呢 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们都好高啊 就是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觉得自己还不如一个番茄糕 但是王兴有个问题 这么高的番茄 它哪是头哪是尾呢 你先想这种番茄 它的头在这里 但是它的尾却在里面 在里面 对 可以进去看看 行 我进去来看一眼 这有一种错综复杂的感觉 等等啊 我要理一理一 我看看 放在这 这根 还往前 在这 这么长啊 快要看不见您了 这得有多长啊 每株番茄的藤 大约在8米到10米 王兴还告诉我们 传统的番茄 一株只有一个藤 而智慧园的番茄 一株可以长出三个藤 一根8米到10米的番茄藤 一株一年就能收获35岁到40岁的果实 总计可以达到120岁左右 这就是说大棚里栽培番茄的单株产量 是传统番茄的10倍 那它这一年能结多少次果呢 像我们这个番茄的采收期啊 可以达到8个月左右 传统栽培的番茄呢 它只能达到2个月左右 所以说我们的产量会比传统番茄高出很多 它一年能结大半年的果 然后又长得这么长 这营养跟得上吗 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输送营养的心脏 无土栽培的番茄藤 竟然还有专门的输送营养的心脏 刚才测试番茄藤长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番茄藤都是悬空生长在一排排的栽培草里 草的底部整齐有序地安装着一根根的细管 细管向上连接着黑色的滴管 它们就像打点滴一样 将营养液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每一株番茄藤的根部 那么这些液体是从哪里来呢 带着强烈的好奇心 我们跟随技术管家王兴一起去寻找答案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提到的输送养分的心脏 你也可以理解为输送养分的中枢机关 中枢机关 所有的养分也都是通过这里 运输到植物的每一个藤上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是掌管着 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了 对 输送番茄藤养分的液体 全都在这些罐体里 根据不同的区域 它们分为A罐和B罐 每个水罐依照植物不同的生长阶段 以及承担的每片番茄藤的养分 采取不同的配方 配置成不同的营养套餐 最终通过各个区域一条条管道 把营养液输送到不同的片区 那么这些营养液是怎么输送的呢 关于输送这个营养液呢 我们有个小窍门 我们是有不同的AP罐 对应着不同的区域 它从不同的这个施飞机 运输到这个温室的番茄上 你像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搅拌罐 它可以将母液罐里面这个液体 进行稀释搅拌 最终经过这个循环泵 这个动力系统 最终运输到我们的番茄上 那边相当于是在做饭 是吧 把饭做好了之后 这就是外卖小哥了 就把咱们的营养套餐 直接送给番茄 对 原来所谓营养液输送的心脏 就是番茄园基地的 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车间 这个技术 是整个番茄园基地 输送营养的关键所在 那么这种技术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水肥一体化系统 有这么几个优势 第一个呢 就是咱们实现了 这种精准化的这种调控 就植物需要的13种元素 可以精准的人物去调控 第二个呢 就是提高了水分 和肥料的利用效率 作为番茄园栽培营养液的 输送核心基地 意味着 每一株番茄 都拥有自己的专属小房间 灌溉施肥 还专线专送 每天通过低管 定时定量供应 由于营养得到充分保障 每一株番茄看上去 都非常饱满 长势极好 王老师 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 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你说 你看这边的这块 都长得真是枝繁叶茂的 你看它 就形单影枝的 这怎么还每一株 都长得不一样呢 不同的植株 在幼苗期间 长势强弱 是有一定区别的 长势强的呢 我们会进行给它分支 分头 加密 来增加产量 你看这两个头 这儿给它分成两根了 对 它就相当于 增加了一倍的产量 那这个为什么 不能给它增加一根呢 这个植株 它长势比较弱 如果你要给它分支 它的承载能力不足的话 会造成植株 不正常的生长 而且还会导致减产 之所以这么操作 是要根据光照 等科学数据的支撑 才让工人进行操作 文士大棚里 处处都有讲究 一个貌似简单的修剪工作 竟然要和光照数据 关联起来 那么园区的工人 是靠什么样的监测数据 来对番茄藤 进行差异化修剪的呢 就是说这个上面 还要有一些科学数据的 对 那这数据从哪来呢 这个数据呢 我们有个法宝 一会儿带你看看 好 走 王兴所说的法宝 会是什么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精准修剪分叉 还有秘密武器 那这一次 技术员王兴 又将给我们展示 什么不一样的技术呢 你看这就是 我说的那个法宝 它的名字也叫 温室气象站 就这两根棍啊 你们这么大个 番茄园区 所有的科学数据 靠这两根棍来支撑 你可不要小看 这两个棍 它看似简单的 就功能强大 它可以监测 室外的光照 风向风速 等多种气象数据 原来王兴所说的法宝 就是室外温室气象站 通过这两根铁杆上 看似很普通的设备 收集到相关实时数据 以便对温室大棚的番茄 进行严密监测 那这数据你怎么看呢 我们有一个数据监测室 可以看到所有的数据 在后台监测室 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监测室 这个屏幕上就是显示的 这是气象站监测的 所有数据 所有温室内外的气象数据 它会实时地 编辑成曲线 来显示在大屏上 屏幕上的曲线 分为好几种颜色 每个颜色 都是特定的标识 蓝色的 代表光照曲线 粉色的 代表湿度等等 我看 这边这个是 实时的监控画面吗 是的 我们根据这个曲线 分析完之后 需要进行相关的原因操作 所以我们这边的 这个生产的操作 也得根据咱们 左边看到的这些数据 来进行调整是吗 对 像我们之前在温室内 看到的这个 番茄的密度转换 都是根据这些数据 进行参考来指导 原来 圆区的工人 能够对番茄藤 进行精准的修剪 正是得益于 温室气象站的 监测数据 看似简单的两根铁杆 却有这么大的用途 那么这个温室气象站 究竟有哪些好处呢 温室气象站 其实本质上 还是咱们这个 物联网技术的 一个组成部分 好处呢 就是能够精准地 监测到 棚内外的环境的条件 包括温度啊 光照强度啊 等等 那么这些参数呢 都是作为我们 栽培管理过程中 可以参考的 气象的依据 原来 这座温室气象站 不仅可以实时监测 温室外的光照 等多种气象数据 还可以根据数据参数 安排工人 对番茄藤 进行差异化的修剪 从而营造番茄生长的 理想环境 提高番茄的品质和产量 这座四季长青的温室大棚 每一处细节 都让我们感受到了 十足的科技范儿 就连光照和风吹的角度 都被精心掌控着 这里的种植生产 颠覆了我们 对传统农业的认知 正因为有这样 舒适的生长环境 这里的番茄 才有美味 又高产的效果 王老师 你看这些番茄 都长得那么高 比如说我要在高处 去进行一些操作的话 我够不着怎么办 这个你是拿不到我们的 我们是有个专门的设备 来进行操作的 你们还有专门的设备 对 正好我们这有一个工人 在作业 您可以看看 这个是个可移动的 自动升降车 这所有的在高处的工作 其实都可以由 这个车来辅助完成 我刚才一直在看 我说这个铁架子 是干什么用的 合着这是这车的轨道 对 它是为这个升降车 专门设计的这个轨道 车可以在轨道上 来回地移动 它不只有轨道的功能 它里面有水 在冬季的时候 我们会进行加热 给温室进行一个提温 所以它又是一个轨道 又是一个暖气管子 对 打老叶 绕腕 采收 是工人的日常工作 它会根据 果实成熟的情况 把控高度 自由升降 那么 这种自动升降车 该如何操作呢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 如此方便的自动升降车 上去的感受 是什么样的呢 王兴带我们在车上 体验了一把 我这还挺高的呢 不要踩这个 把脚抬起来 这是什么情况 你踩出来这个脚踏板 脚踏板是一个启动的功能 美妙的体验之旅 差点变成惊险之旅 不过经过一番讲解 我们已经能驾驭自如了 你看啊 其实现在有了 这个自动升降车的帮助 我呢 一方面可以靠这个踏板 来左右地控制它的移动 然后还可以靠 这个升降的按钮 来上下地调整它的高度 所以我其实就已经 在这个车上 能够实现所有 关于番茄藤板的操作了 终于体现到了 典役工作者的一种乐趣 这台自动升降车 不仅解决了高空 番茄打液 采收采摘难题 而且由于安装了 固定的轨道 还可以在番茄丛中 来回穿梭 为园区工人日常打理番茄 提供很多方便 目前这座 63000平方米的 番茄温室大棚 只需要15人 就可以完成日常作业 70%以上的劳动 都可以实现无人管理 而传统农业 每1万平方米 则最少需要25人 你看啊 现在咱们工作人员呢 已经把这个番茄修剪好了 上上下下 都给它剪得整整齐齐的 就像礼发一样 所以现在看上去 就特别漂亮 那之后呢 就会通过这个小车 运送到园区外面 再由物流 送到像超市啊 等等各大的卖场 再往后呢 就直接进入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了 这座全自动智能化番茄园 虽然用功少 产量却大大增加 它的成功充分证明 人多地少的大城市都市农业 已日渐成熟 它不仅为北京 以及全国各地菜篮子 提供了保障 也为新时代乡村振兴 增添了新的模式 随着一辆辆汽车的驶出 大兴的番茄进入千家万户 相信不久的将来 科技所创造的雷雷硕果 必将融入人们美好生活的 点点滴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